潘老師出來有講說 所謂心情沉重的部分 因緣轉型 保護藻礁 穩定供電 未來朝向2050 近零的轉型過程當中 我們都需要很多的努力 我們也需要很多的對話、溝通 所以 如果心胸開放 或許心情也就不會那麼沉重了 能夠做下來面對面的溝通 總統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 相關部會的同仁 也都有回應了各位代表的問題 總統也表示 在場許多部門的首長、副首長 過去都跟環團有很深的淵源 總統並且指示各個部會 一定要持續努力的溝通 跟大家共同來解決問題 第二,總統表示 即使今天的會議當中 藻礁跟三接的議題上 還有不同的意見 但總統還是希望 各方都可以採取開放的態度 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大家一起為台灣找出好的解決方案 不過在這邊 我想強調的是 溝通不是一味的堅持自己的立場 溝通是互相、是互動、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 那溝通是即使彼此有不同的立場 但經過溝通的過程 進一步取得雙贏、多雲的平衡點 一起朝著對台灣最有力的方向 一起幫台灣找出更好的方案來前進 這樣才是溝通的真諦 他有跟總統當面提 你希望對於中游三接這部分能夠停工 但總統沒有給他證明的回應 而且他也表達他個人失望 我稍早有看到媒體報導說 總統對於潘老師所提的 所謂停建三接的提議 沉默顧慮 這並非事實 總統現場是有回應說 對於三接是否停工 現在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大家也都持續在希望能夠尋找一個新的 或者是替代雙贏 更平衡的方案 所以重點在於 大家要採取這個開放的態度 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總統也表示說 這個因為是環保跟環保的權衡 所以要集中人之力 一起為台灣找出最好的方案 剛剛也提到說要邀請總統在 4月29號到大韓找交去看一看 那總統保持行程上可能還要再確認 那這部分福光會安排嗎 謝謝 那的確這個潘老師也在會議當中 有向總統提出說 4月29號能否去大談現地看 那總統現場也是有表示說 過去有這個幕僚團隊都一直有在思考規劃 相關的行程 那幕僚團隊也會選擇合適的時間 以合適的方式來進行規劃 從今天包括跟總統見面之前 他先跟了國民黨見面 那還有就是在跟總統見面之後 他又說總統沉默不語 然後面色凌重等等的 你會不會覺得政治操作跟政治問題 都是在潘中正一個人身上 這個會議的內容是有如一些部分媒體所揭露的 是去談論所謂的公投動員的議題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們對此感到非常的驚訝 我們當然也注意到潘老師出來有講說 所謂心情沉重的部分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能源轉型 保護藻礁 穩定供電 那未來朝向2050 近零的轉型過程當中 我們都需要很多的努力 我們也需要很多的對話溝通 那這個時候 確實是很多人都在努力啊 那政府部門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希望能夠進一步 找到對能源轉型影響最小 保護藻礁更多 又能夠提供北部地區供電平衡 全台灣供電均衡的一個方案 所以如果心胸開放 或許心情也就不會那麼沉重了